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老和 现在选战倒数23天 我们来看最新的民调是 美丽岛的94波 这个时间点是12月18到20号 包含昨天的这个证件发表会 来看一下 这个民调到底是怎么走 看到第一名一样 是赖兴的部分36.3 侯友宜紧追在后32.8 至于柯文哲 之前不是有18时间吗 现在继续往下追 剩下17.7 我们看到蓝绿的部分 仅仅差了3.5 那柯文哲为什么会往下呢 是跟昨天的证件发表会有关系吗 或者是停车场的这个争议 怎么会把农地上面铺上柏油 还赚钱呢 而且还说谎呢 今天这个民调该怎么解析呢 现在请到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时事评论员黄奕忠 赵恩 大家好 执政媒体人黄阳明 大家好 国民党竞选发言人林涛 赵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周伟航 大家好 好 在昨天的这个证件发表会上 只能说赖兴德对于这个 自己违禁的争议 从原本很弱势被打被打 哭完之外 他现在终于说话 他说好 没关系 既然要这样搞的话 那我们就来把我的老家交付给 公益信托吧 好 这四个字 我想今天大家一直想问到 是什么样的意思 那到底要怎么去逼蓝 怎么样去逼白呢 来看到政经发表会他说 政治人物没有委屈 受到攻击不会特别抱怨 就如同我说的 你说我这一件 这一件是违禁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把它作为 矿工生活纪念馆 我们纪念那个年代矿工 这样子总可以吧 好 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那你侯友宜呢 那你柯文哲呢 他今天质问了侯友宜 你的大巡管 那柯文哲你的农地 愿不愿意交付公益信托呢 好 随即被这个人 被这两人打脸 侯友宜说 你是既存违建 你是违法的 而我的大巡管是合法建物 合法开发 我还有缴税啊 你还没有缴 你怎么跟我来比呢 好 柯文哲说 哎呀 你先前说谎 被抓到之后又不肯改 现在才说要信托太慢了啦 他也没有正面去回答农地的问题 只说你这样绕来绕去 有意思吗 大家认为你违贱 说谎 或者是不猜的这种心理 已经执在这个选民的心中了 那另外呢 我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公益信托 好 这个立委参选人徐晓星就说了 他玩的这个把戏啊 叫做先特权合法再信托 房子还是他的超赚啊 简单讲你绕了一圈之间 房子的产权还是你啊 那你是不是被这个 这个相关的机关认定之后 虽然是违贱 但你OK之后 你就变得合法了 是这样吗 绕了一圈洗一下 还是你的房子 那黄敬平就说了 哎 你是不是想要重施 所谓的苏家权的 公益捐赠的模式 苏家权这件事情是怎么样 先帮他简单科普一下 这是苏家权的农舍 他当时呢 因为这个屏东农舍 引发了争议嘛 那因为也要出来选的关系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那时候他说 算了那我公益捐出好了 好吧 殊不知 闲置九年变成文字馆了 直到2021年 这个单位想说 你这个毕竟也是 违法的农舍不能用嘛 那我们拆掉 拆掉又要钱 太麻烦了 所以他的太太就说 哎呀那如果被当成 这个所谓的烫手山芋 那我们是不是收回就好呢 那是不是一个轮回呢 就是说你今天捐出去之后 经历了九年八年七年好了 慢慢回来 最后又回到你手上 又没事了 还要寻这个模式嘛 只是黄近平提出了争议 好那现在呢 包括了我们自己说 这个违建竟然是有 国安人员在雇违建 二十小时雇违建 旁边还租用了一些 小小的小仓库啊 变成国安局人员 驻守这个地方 被民众炮轰嘛 浪费钱嘛 好现在谢龙介也说了 那就问啊 台南安平的新屋呢 那是不是也要有 也有违安啊 那是不是只要 赖清德有房产的地方 都要有违安呢 那你以后房子 越买越多 是不是违安也要 越排越多呢 好来 我们针对于这个 所谓的公益信托 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我们先来看律师 他怎么说 未经保存或者是违章建物 均可以作为信托标的 而公益信托 应经目的主管机关 来做一个许可以后 才可以成立 那目的主管机关的认定 应该依照契约合约的内容 来判断说 这个公益信职 来决定谁是主管机关 公益信托主要申请的文件 需要减负信托契约 但现在没有看到 这个信托契约 没有办法确定说 信托的受托人 或是委托人 以及监察人是谁 也没有办法确认说 信托消灭后 相关的信托标例 该怎么处理 林涛 关于这个赖皮疗争议 一路打打打打 赖清德终于知道 自己要失分了 他昨天直接讲了公益信托 我就问直接白的 能直写吗 基本上我们看到 昨天的证件会 这个侯宇宇把自己当成 人民的代言人 赖清德把自己当神 你可以看到他今天针对 昨天针对整个证件法 针对赖皮疗这个部分来回忆 代表有伤 伤了那怎么办 怎么下车 下不了车又不想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进党全党上下 搭配所有的侧翼 在做什么事 在讲说 那我捐出来总可以了吧 我信托总可以了吧 可是观众朋友 你要注意一个 非常重大的差异 信托不代表捐出来 信托是把你的财产信托 说真的 正副总统参选总统之后 假设你有当选 你本来就要信托 你所有的财产 所以你既有 所有的违贱仍然是违贱 第二个层次 今天新北市政府已经回应了 你这个是幽灵的住宅 你又没有登记 你要信托什么 你拿什么全赚来信托 所以招合我必须要讲 赖金德拖了107天 竟然想出这个解方 是要捐作变赖神庙 变成一个纪念馆 我就问嘛 这个全球首建亚洲第一 哪有人台湾合法为鉴做纪念馆的 这个馆禅叫什么 赖金德成长史吗 那大家知道 纪念馆是要去回溯过去矿工的生活 请问过去的矿工的生活 有秘密的花园吗 外面有特勤在外面做把守吗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太荒谬的 所以赖金德从头到尾都在玩文字游戏 他根本没有要捐嘛 我觉得他第一个他没有捐 你如果今天说算了我就捐了啦 如果今天赖金德107天 想说这个解方可以过关 那台湾恐怕会成为犯罪天堂 以后诈骗钱 我钱捐出来就合法了啦 我先信托 对 然后我卖 我如果卖有问题的鸡蛋 我把蛋捐出来可以吧 没问题了 然后我总统府走私私烟嘛 烟捐出来啦 私烟捐出来 全部信托 信托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是这个逻辑可以合法的话 那台湾要成为犯罪天堂 好 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疑虑啦 就是为什么 这赖金德老家的这个公僚 怎么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这是医生公开他的老家的照片 来看到这边 这是他的老家照片啦 这个公僚应该会长这样啦 这个花花草草啦 比较可能没有做修剪 来看看赖金德的 就是不一样啦 公公整整 花草啦 都修剪得非常的完整 那现在这一张照片 这医生贴完之后好多人都说 这才是真的公僚嘛 这才是真的以前我们老家的这个样子嘛 好 就问波及哥了 我们刚才一路看过来 他现在跟我讲说公益信托 好 大家都认为说想要直写或是怎么样 但是他之前所作所为 包括了这个维安人员进驻在这地方 花花草草 哇超级漂亮都有人修剪 甚至维安人员还被拍到拿扫帚拿什么 这个能够解决人民心中的疑虑吗 赵和这个赖金德过去 这个违建的案子是从9月份开始烧 那第一时间民进党现在官网上面还有 说辟谣专区说他指控这个违建是谣言 他说房子是清气的 他说有建造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建造 他说这个有缴税 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任何缴税的记录 那你说谎的部分要不要道歉 你公然说谎 一个国家的副援手 公然在自己的这个老家的这个相关的产权 相关的税务问题 你公然说谎 你要不要道歉 绝对不是公益信托就结束 更何况 他的公益信托是有前提的 来注意看 他有讲到一个东西 他说什么 他说 他知道全力协助矿工子地住宅合法化 来注意 矿工子地是谁 赖金德 是 所以他的这一栋也会合法化 他强调的是 等到所有矿区的房子的居住问题 得到解决 他就会把这栋房子捐作公益信托 有前提的 当然他要先搞到合法化 重点是合法化 合法之后我才会无偿交付公益信托 懂吗 所以现在根本没有 在他的口中根本没有什么 违贱捐出去的问题 因为他要先搞合法化 可是大家都以为重点放在公益信托 没有 我看到的重点是他要先就地合法 所以这件事情我只能说这个叫缓兵之计 确实你这公益信托 我们不管他这个什么 到底有没有委托律师去进行 但不管 其实我看到很多的相关的规定 文化部也有相关规定 卫福部也有相关 就看他到时候他要捐公益信托的 这个用途 是属于哪一个主管机关所管辖 但是不管哪一个 都有一条都说 信托的财产是否你委托人 有权处分的财产权 如果现在这栋房子 是你没有办法处分的 你是没有办法信托的 什么叫做可不可以处分 就是这栋房子 你要有房子所有权的证明 好 现在你有吗 我看起来他申报没有 对 他也没有申报 好 所以又跑出一个问题 昨天黄国昌也说了 那你昨天说你要捐公益信托 那表示这个房子是你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 申报一下这个财产 那你申报不实的部分 是不是该有的法律责任 你也要付啊 所以你看 人家讲说一个谎言 就要圆更多的谎言 所以你现在讲了这个 人家就会去再去抽丝剥茧 发现你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公益信托也许可以止血 但是你的诚信问题 已经造成伤害 来 易中哥 我们只能说 最近这个违建问题 已经吵了非常久 坦白讲对于民进党来说 小鸡们更是怕怕 你没有解决 母鸡还没解决事情 我还不敢让你来站台 到时候问到我应该怎么办 好 现在有这个幕后新闻消息出来 赖清德在在凹什么呢 定调不拆所谓的赖皮疗 但是民进党危机 48小时拆弹 拆弹结果就是 好 现在赖清德直接拍板了 我就知道这个方案 叫做公益信托 好 那我们刚刚谈这么多 你觉得民进党出这一招 看起来好像第一时间 包括柯文哲 包括这个侯友宜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 但是现在陆陆续续 发酵出来之后 这是一个话术吗 人民能信任吗 我先解释一下 现在有人在抢说 因为它是个违建 所以它不能进行公益信托 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澄清 就是说最高法院在民国 92年1594号的民事判决 里面有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这种公益信托 其实不以不动产 有登记的不动产违线 像它这种未经保存 登记的不动产 或违章建筑 也是可以作为标的物 所以它这个在法律上 它这个公益信托是OK的 好 那现在重点是在于 现在是20几天 现在有人说 那你根本就来不及 它当然一定来不及 可是它昨天做这个动作 是一个宣示 宣示什么 就是说至少这件事情 它必须要做一个执行 凭梁英讲 其实民进党里面 有在讨论就是说 到底现在是该拆 该捐 还是就是文风不动 其实有人在讨论就是说 拆其实也不是不行 可是太晚了 就是说它9月 9月那时候被踢爆 这件事的时候 当时如果做一个了断的话 可能这件事情就不会延烧到 就不到12月了 对 那其实当时有点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还要扯到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它9月那时候 把它拆掉的话 那我问你 那整个中福地区 那边所有的九层 都是这样的违建 那个万里那边的中福里 那些九层 要不要通通拆掉 然后包括整个新北市 现在据说有好几千户这种 类似这种历史工业 留下来的这种违章建筑 那这些要不要拆 所以当时如果賴副总统说 那我的家把它拆掉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 那那些老宽工的宅 是不是要跟着拆掉 因为法律一体是用 所以变成它当时就变成是 它没有 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当然 大家现在知道 一定就是因为 影响到整个选情的 所以昨天賴副总统 才会在那个 政见发表会上 就提到这个公益信托 算是暂时做一个直协 那我现在只能讲 就是说会攻击的 会酸的还是会酸的 那反正认为 这是旷工留下来的 其实我平常讲 我觉得这也是行政的怠惰 就是说你中央政府和新八市政府 就以前叫台北县政府 还有包括你们那边的立法委 就这件事情 这个是历史工业这么久了 然后好像都没有人 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也没有人家去处理 就是说 它其实在原本 在矿业用地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盖公僚 也可以盖这个房子 甚至办公室都可以 可是因为现在矿业 已经停掉了以后 现在变成是 明明合法的东西 在现在突然变非法 然后这个事情几十年来 也没有人去处理 做一个处理 所以最近很多说 这些老矿工会不会 现在压力很大 然后我也要奉劝那些 整天去考试 赖皮条那些人 拜托一下 你也尊重一下 那边的那些老矿工 他每天看着他们的家 然后今天你们来考试 说这是违建我们要拆 那我是他的邻居 或是我周遭的住 我会不会担心说 我被这个红台会去扫 我觉得这个也是 要江西匹区去想一下的 来 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 公益信托四个四 其实包括了徐小星 包括黄敬明 他们说法都非常简单 就是你绕了一圈 房子还是你的 你做公益信托 好像你很伟大 捐出来 然后感觉我一了白了样子 但是房子还是你的 你实际上想它合法 根本没有想要做 什么的公益用途 好 这个做公益 做志工 台湾做公益 做志工什么时候 会大量增加选举的时候 只要出事人人都是志工 姚文治的终身志工 现在不知道坐到哪边去了 好 回来这一个 单纯就这一个矿工 现在来说是叫矿工卷设 可类比于建村 好 你最近是不是有听到 这类型的文宣出来了 没错 绿营它不是单条线在铺 它在陈述这个 捐出去做公益之前 它前面已经有很多铺层 矿工很可怜 这我们绝对不否认 以前矿工真的很辛苦 矿工卷设类比于 国军卷设所谓的卷设 我们要去推改建什么的 这个就有点超出原来的范畴之外 等于是新的政界也不是不能讲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 其实它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要把原来单纯的维建议题 发散出去 变成一个很集体的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共业 共业需要共同解决 一个人的维建变成2000人的维建 这样国民党要处理就很困难吗 但国民党去问的时候 绿营的回敬的招数变成 难不成你要这2000户都一起 同样的标准处理吗 所以当这个时候赖富说 好我出来直写 我捐公益信托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权势的巡软来说 好像就有一个终点 蓝营是不是获得一个台阶好 那我就改去盯你这个公益信托 要盯的就不只是维建的部分 这就会被误导了 误导到一个很狭窄的 法律战的部分 中华民国谁开始看得懂 一个维建的 谁看得懂公益信托 这个就是问力之所在 这他的战法 就是把你带到一个 所有人都已经看不懂 接下来要沿什么的禁地 那至于说这个地 是不是公益信托出去之后 还回来还是他的当然 这不是废话吗 这是信托 哪有我信托出去 到最后不是我的 那我干嘛信托 我那边做纯实散 所以原则上来讲 他们也料到 你一定会说我绕回来 所以我还是要打什么 我这栋不值钱 那要搭配什么 活友宜那栋大群馆来值钱 柯文哲那个农地才值钱 所以在赖清德 正是说要信托之前两天 甚至从礼拜一 陆续续就有媒体人收到指示 就有收到资料 去打大群馆 去打柯文哲的农地 大家就已经在铺陈 让赖清德礼拜三晚上的这个阵线 才能够达到一个完整 分境合级 早就做好了 分境合级 所以礼拜二 所有的那个网军就出来了 赖清德叫赖皮疗 侯尔宜的那个大群馆的 剥削年轻人叫剥皮疗 柯文哲叫蚵仔疗 柯仔疗 大家都有疗 我们就一起来疗 当然还有更难听的 我们就不在这边讲了 所以像这类型的操作 人家这个叫什么 组合权 所以国民党不要把它当成是 赖清德想要逃走 人家是要引军入翁 所以其实这一局 与其说止血了 实际上才要开打而已 来 伯极哥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这间的房子的产权 到底是谁的 刚刚你也提到黄国昌 老师也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现在我记得没有错话 他既然没有登记 他也知道这个土地是他儿子的 那既然不在你自己名下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做公益信托 这不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 我先补充一下 就是这一栋房子 它的历史脉络 现在绿营很想要把这个事情就说 这就是矿工 这就是工僚 这就是矿工的生活 惨矿的写照 像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绿营的朋友 他们说民国90年 苏贞昌有颁布一个什么 合法房屋申请办法 没有错 那那个时候贵为立法委员的赖昌德 你怎么不去申请 把你的旧房屋申请为合法房屋呢 他忘了嘛 我告诉你 可能不是忘了 因为那个合法申请房屋的办法里面 有一条规定 有整修有整件的 不能申请 而他错了 我认为那个时间点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03年整修的 之前一定也有其他的整修 所以他们自己知道 如果今天要去申请可能不会过 很麻烦 可是理论上当时他身为民意代表 应该要去为他们争取权益的 更何况那个办法是你们自己党的 苏贞昌老县长颁布的 你自己的权益都不敢去争取 你现在说要去帮矿区的 这些老矿工们去争取权益 你自己不会觉得有点荒谬吗 所以我说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 他跟他儿子的土地 怎么去使用产权 这是一回事 但是当你今天你把他牵托到 这个邻居有这个左右处逼 全部都拖下水了 而且我还要补充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现在那个所谓赖疲劳 那个地方的房子 几乎都是他家的 隔壁那一栋 有这个遮雨棚的那个 那个是他堂姐的 在隔壁被特勤租过去的 是他哥哥的 对面的那个土地 也是他哥哥的 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他们赖家的 都是整个家族的 那一个聚落就是赖家的聚落 所以老实说什么 会不会什么担心 什么其他邻居怎么样 其实都是赖家人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一次这个事件只是凸显 赖金德他的性格缺陷 什么事情 非要拖到火烧屁股 拖个烧锅100天 大家记不记得 2015年台南市议会 他打死就不进去 他说李全教你会选 我就是不进去 结果搞到什么 搞到登革热 整个疫情起来 不得不进去 那时候拖了200多天 这次违禁也是 一开始民调没有伤 我就继续拗 拗到现在民调感觉 是不是被追进了 还是怎么样了 好像选情有威胁了 你才去处理 我不得不说 这就是赖金德 最麻烦就是他死不认错 来林涛 我们其他的观点 刚刚律师是有讲到 就是这种所谓的违建房 其实公益信托 其实是可以去申请 但是要主管机关去认同 主管机关 除了中央之外 如果今天中央直接提出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新北市府怎么讲 新北市府现在地震局说 幽灵房屋怎么信托 这会变成一个丢球战 今天我都已经说 要做公益信托 是你新北市府不让我做 你什么意思 你要挡我吗 你是想拆我房子 不让我做公益吗 会变成这个情况吗 其实会 现在看起来 多方拆球 多方丢球 其实像那个 苏嘉全案子 他是已经把他违建的部分 拆完之后 他还去申请公益信托 那要不要过再说吗 做的是他有拆除违建的部分吗 你赖清德要不要拆除 你违建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就是说 那到底主管机关是谁 目前看起来 有个独家新闻是写说 新北市的财政局 受到赖清德办公室的税级资料 希望补过去五年的税金 这要先补完之后 你才能把这个税级资料 跟相关的文件背齐完 去跟这个地震局申请 我要做一个信托的部分 明涛怪了 你刚刚说补税资料 民进党这边不是说税都有缴吗 就没缴嘛 就胡扯嘛 就是人家现在跟你讲 如果你有缴 为什么你今天赖清德办公室 要赶紧到新北市的财政局补缴 你缴你干嘛 今天还递件 就是没缴嘛 那所以这个财政局就讲了 如果要去算税级的补缴的金额 必须要再有一天去做会刊 又拖了三到五天 那变成说你要去算那个地级的钱嘛 完了之后 确定你有税级的资料 再去跟刚才讲的地震局 你申报说你要信托 所以这整个过程中 我认为短短24天的选战期间 一定打不完的 都选完了啦 都选完了 所以我现在赖清德 你必须要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请你的侧益跟全党 不把这件事情 你坚持不拆 你的龙仔不拆 那我说真的 如果到最后这个争议 吵到最后一天 损失的搞不好是你 来老师我想问了 这个所谓信托 一定要会有合约嘛 你要找一个人帮你做信托 你要找个第三方 你要找个监护人什么之类 现在坦白讲赖清德提这个 要直写我觉得很OK 很棒 好虽然一一被大家戳破 说这个信托有问题 但是你的合约赶快先拿出来 你要信托多久 40年50年甚至到我死 之后再继承给我小孩 都没问题 你要把你诚意拿出来 合约没拿出来 怎么会相信呢 好那再讲到做公益 当然还有所谓的受政方 就是很多人直接想 是不是赖清德 要自己成立一个全新的基金会 这也不尽然 那么多台独阿公藤金孙的 这个会生不出个单位吗 生不出个慈善机构来接手吗 其实都不难 找到接手者不难 接手者出来 也可以握个手拍个照 这个再做一节新闻嘛 所以赖清德他可以说 我们这件事情就慢慢来 我不怕你质疑其中的细节 但重点是只要让所谓绿营的资者 感觉赖清德有在推动就行了 你外界之一 你要拆你要拆你要拆 赖清德可能双手一摊 我现在就在捐赠 等到完成这个信托的 比如说合约的一部分开始出来了 主管机关开始准备要收件的时候 赖清德都可以说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人家已经又收了 违见的问题是不是就已经 从他这边转换到另外一边 所以赖清德想的是 其实他根本不怕拖 他既然以拖之 既拖之则安之 我就给你慢慢来 这是个好战术 我就跟你要拖到这个投票的那一天 之后再说 因为其实我其实跟前面讲的想法一样 根本也不要什么细节 事情一爆出来 他就去把它拆了 然后抱着那个砖头在那边哭 哇这个绝对杀 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所以来不及的话就拖 拖到什么呢 边际效益递减 因为同样的一个话题 讲一页 观众也会看腻 所以他们太清楚这种新闻的操作了 他们知道大家喜欢新鲜的料 所以之后大概都是每天放一点 放一点 让大家有感觉就可以了 来 林涛 其实基本上老师说的完全正确 如果你在三次哭之前 先去做悲情的操作是可以的 可是你已经哭三次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刚才 苏家权他太太红恒珠出来讲说 你们不要再把我们跟赖清德搞在一起了 我们这河马的他是 他就是他想要跟赖清德切割出界线你知道吗 所以你今天连苏家权的太太 都要出来跟赖清德划分界线 你就知道赖清德的万里仔有多惨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 赖清德的这个建筑 我们可以知道他那边花花草草 修剪得非常整齐 另外还有什么国安单位 国安单位怎么会建筑在这个地方 好 现在国安单位 很厉害耶 抓准风向 当赖清德已经宣布说 这个交付公益信托之后 国安局宣布 各位 我们撤收为安 不对啊 公益信托 都还没有开始 只是一个想法抛出来 你怎么会撤收为安呢 伯极哥 这次国安单位 偷偷下车吗 其实就是趁机啦 赶快趁这一波 这个引发这个社会的 舆论的踏伐的时候 赶快民进收兵 国安局不要再淌这个浑水 因为观感很差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次国安局 他不是免费去 这个设一个港哨 他是有一个标案 这个标案 好 注意有这个厂商 得标的人叫林炳泰 那这个整个的绝标金额 36万8万 那履约的期间是从2020年的8月25号 到2024年的5月31号 当然现在可能就提早结束 但是也已经租了30多个月了 那如果按照原本的这个规划 大概是46个月 36万8万刚好一个月8千块 现在就是公道价8千 党的这个公道价 那当然 其实我觉得这个标案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有人发现 林炳泰是谁 林炳泰是当地一个 这个环境保育协会的理事长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赖品于委员的特助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 你的这个国安局 要去找他处理 现在答案又揭晓了 原来国安局他租的是赖清德堂弟的房子 是 那个仓库嘛 对 他们说本来是仓库 然后呢 因为那个房子呢 赖清德的堂弟叫赖清南 他本来想要无偿提供给国安局使用 国安局说不行 你用无偿的我们会变成贿赂 会有对价关系 所以不行 我们必须要支付相关的租金 所以才委托这个中间人 去做所谓的 类似说当一个所谓的厂商代表 就不要变成是给赖家 他们现在赖清德禁办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国安局租了赖清德亲人的房子 当他们的背情室 有没有 这个是已经目前是已经证实 有这样的事情 我只能说 国安局自己现在也知道了 这个观感很差 对 观感很差 他们前面还说我是依法 所以嘛 我必须讲 第一个 这栋房子它有没有违安的必要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赖清德偶尔去 如果他去得很频繁 比如说每天都要去 我觉得有必要 如果偶尔去 那是不是你设一个巡逻点 平常他有要去的时候 你们的警卫在过去待命 提早两小时三小时过去待命 等他走了 我们再这个离开 对不对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处理 没有错 可是呢 我们的蔡总统 大家记不记得 他屏东封港有个老家 有个故居 也没有人住 也没有港上 也没有国安 都没有 那你副总统的规格是比总统还大 对啊 来 林涛 光是这个维安这件事情 谢荣介就炮了 台南安平行屋 也有你的维安人员在旁边 万里老家也有 那一般的人爱寓所 或者什么之前的寓所 我觉得OK 这都没有问题 好 现在 维安人员国安局也知道 自己闯下大祸了 当初被人家拍到 有民众去那边观光去看的时候 我想去花园再看一下 行程小姐那边不能进去 直接挡人 为什么被大家笑说 后面有龙穴 不准乱踩 好 第二个 被人家拍到 拿扫帚那个画面 那个不是扫帚 那只是协助帮忙移除 那只扫帚 20公斤重吗 好 现在又被说 仓库旁边又直接租下来 国安人员直接来进住 现在趁这个机会 赶快下车就对了 对 因为这个都市传说是说 当你走到赖清德老宅旁边的森林 到达一定的界限超过 就会有危案出来 所以就是你不能踩到 那个龙穴的范围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都市传说 那可是大家屡思不爽 每次插这个条件就危案出来 第二个 为什么每次连Google的接警图 都可以拍到危案扫地 接警图难道是每天在拍吗 不是吧 你一定扫到一定程度 让Google的建党里面 真的有危案在那边扫落叶 这也难怪赖清德家里 那个花草树木剪得多整齐 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超级违法 我觉得是这样 在选举的期间 因为我们三组候选人 总统加副总统六组为安 我觉得国安真的很辛苦 我们在视频道到开这时候 就看到为安都一直在执行 所以很辛苦 但我必须讲 这一个万里寓所 它是用住居所的规定来申请 住叫什么 你有长期居住 请问赖清德你每天回万里吗 那你用居所 就是不定期会居住 你告诉我你赖清德去住几天啊 你到底一天去 一年去住几天 你有没有曾经住过 还是你根本没有住过 所以基本上 这个国安局如果是用 这个住居所的规定 是违法的 所以现在看这个情势不对 赶快下车是最明智的选择 没错我们只能说赖清德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啊 他很多的信念 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错的话 他会坚持 我们之前刚刚有提到 这个李全教这件事情 他不建议会200多天 之后是因为疫情关系 赶快进去 你就知道他的 这个坚忍的性格 你可以看到12月20号 就礼拜二的中常会 到昨天的证件发表会 我们一个人来看 先从中常会来看 中常会他怎么跟大家讲 他说我这个 我们家这个矿业法 1963年的时候实施 区域计划是1981年时候实施 又在讲以前 然后在讲他说什么 他是一个可以申请补证合法的房子 那这个几十年的公僚啊 年久实修 自然需要修建啊 跟违法加盖的概念不同 他自己认为他没错 好果然在21号的证件发表会上面 他又继续提到这个 跟全国人民讲说 这个就是历史工业或是怎么样 但他把层次再拉高 有责任协助大家 保障大家的居住权 好逸中哥 我今天拿这个手板出来 我想问的是说 现在赖清德真的是一个很坚忍 很坚毅 甚至一个贯彻信念到底的人 他当下就算调选票 他也不会怕 他就觉得我就是 这是我的老家 这是我的回忆 我都不管了 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讲 就是说你要去考量到 他自己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他们当初在上面盖工僚的时候 他那个就是合法的建物 在上面盖 然后后来因为你年久实修 那些木板都摊了 所以不只是他们家 他们那边所有的那些工僚 大部分都会去补墙 然后就是盖上变成是砖房 从原本的木板房变砖房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那个就是合法盖 主持人躲在那里 主持人也没问题 那现在是你都市计划法改掉了以后 旷游法废了以后 突然莫名其妙就变成 我们那些几千户上面的那些 全部都变成违建 这个根本不是 他的认知就不是违建 我主持人躲在那里 别人说违建 你如果说违建 你继续就叫我拿着 所以新北市政府也讲 那个本来就不是 那个不能称之为违建 虽然他们叫寄存违建 其实那个根本不叫违建 那个是你政府在法规改的时候 那有信赖保护原则 本来那就是 他在合法的时候盖的那个房子 那是他的房子 所以对他来讲他认为 他认定的是现在的房子 是寄存违建 是因为他2003年整秀 他根本没有登记 所以你去扯那个以前公僚 那个根本没办法登记 不是 跟公僚没有关系 这不管他有没有登记 他就是一个2003年新建的违建 这毫无疑问 那你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那其他的他们那些处兵 头部 大家只要后来有改建 其他人没有要选总统 老实说他又要选总统 他是我们现在的副元首 如果你自己名下的房子 自己执政都没有办法解决 你要怎么帮我们的老百姓 那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你知道吗 就是说那我自己的房子 但是如果这样按照这个标准的话 那其他人怎么办 他当初是这样顾虑 我平常一讲 要一个选总统的人 那一间房子没有那么了不起 那种房子 你自己看上面 这是他的回忆 那个不是什么 就像他自己 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他跟那些在都市计划法 有法规里面 去盖的那些里里国的违建 那根本不同的概念 所以他认为那个东西 本来就不是一个 需要倒教 就把它放那么大的一件事 一中哥我想问的是说 他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他坚持了这么久之后 没办法 现在我们刚刚看到 好几份民调 越追越近 越追越近 他不得不想出了这个方法 公益性多 这也是他最后的退让了 因为你在选举的时候 特别你是总统候选人的level 所以你没办法去跟人家解释 跟民众去说 讲那个历史的原油 然后还有那些 民众只一个印象就是说 那就是违建 那些在都市计划里面 盖的那些豪宅庄园 那叫违建 林道一个破破狗狗 民众认为那就是违建 也是违建 所以他没办法去跟你解释 那么多的时候 最后他只能做一个 做一个壮事断丸 所以刚刚提到 那个所谓的公益性多 基本上他就是捐出去了 那只是说 因为他直接捐的话 没有人要收 我举个例子 我如果赖兴德说 那我捐给新北市政府 你本人说我干嘛收 就他想要 新北市政府说 你是违建我不收 旁边这样 找他麻烦 所以他捐这件事情 根本也捐不出去 所以他最后只能折冲 就是说在拆跟捐之间 他选择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公益性托 那基本上 你也不用去管说 那到底是不是 他会不会哪天就拿回来 那基本上 已经这样讲 他就是拿不回来 就这家屋就是出去了 那也希望之间 这个争议到此为止 然后更重要的是 也不要再因为他的房子 去扯到那些 我刚刚讲 整个新北市那些矿坑 矿辽的那些房子 希望然后希望也可以 将来做了一个 通盘的处理 让这些老矿工们 住在上面的那些 住户可以安心 到底赖兴德老家 到底能不能捐出去 或者是完成 所谓的公益性托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对赵匠康来说很重要 赵匠康之前说了 你猜我辞中广的董事长 我在加码 如果你捐出来 我也辞中广董事长 好今天好多的乡民都在问 人家说要捐了 那你赵匠康 你要不要来辞职呢 他说放心啦 拜托 我的辞职书早就准备好了啦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他认为这是赖的缓兵之计 赖兴德如果今天捐 我今天就辞中广的董事长 波西哥你要的血流成河 即将要来了吗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他既然都承诺了 他说之前赵匠康大哥是讲说 你猜我就辞 那既然现在赖兴德 有一个处分的模式 而且最主要是因为为什么 赵匠康大哥是昨天 他在跟谢龙介专访的时候 谢龙介说如果他捐怎么办 他说那我也辞 难怪今天都拿出来 所以他今天必须要说承诺说 你既然有这个捐的动作 好那你什么时候捐 捐出去我就辞 我必须讲 其实这个两边都在缓兵 就是说反正你什么时候捐 我什么时候辞 那真正现在看起来 这个公益信托不会那么短 时间内就生效了 所以可能这个选后 我们大家看看有没有机会 看到赵大哥辞去中广董事长 但是他选后还有必要辞吗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来领导你怎么看 这是双方不管是蓝绿都在玩缓兵之气 你说要说你要信托OK 你先捐出来我再辞 但你还没有信托完成之前 我就先不要辞 就像你说二十几天又选完了 不就是一场空吗 基本上我也可以看到赵绍康 真的很厉害 昨天赖金德丢出这个球 他今天更狠 那我请辞嘛 那你要不要辞 你要不要猜 那你要不要具体捐出来 我觉得这有一个造成人民 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是说 基本上按照广电法赵岳康是不必持中广的 因为他是选公职 他不是兼党职 所以他是可以保持这个中广董事长 可是他今天讲了嘛 我可以持 可是你违建宅 你要不要拆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把赖金德 昨天在证监会的提案打平 所以这出戏还有得演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 柯文哲农地的争议 农地其实坦白讲 这几天大家都在谈 这农地的争议怎么会 你买农地跟医生一起买农地 怎么上面铺博油 怎么又这么刚好有游览车停上去 这么刚好你又可以收这个费用 这么刚好你的税到底报了没 到底报了没 争议很多 所以今天柯文哲被问了 他说我应该要效法一下 我们也来做公益 他说我会捐出来没有问题 捐出来是什么 就是这个两年 两年多前才有这个所谓的停车场 你这个游览车的收入是多少呢 我税第一个会补 第二个事情是 这个收入我全部来捐出去 好来老师 现在坦白讲 现在赖兴德也在打柯文哲 柯文哲争议现在也在 陆陆续续续烧起来 他现在虽然说 我捐出来做公益 第五会刨掉或是怎么样 争议能除吗 好了这种东西一定是发展性的 什么叫发展性的 大家不要忘了黄国昌也有一块地 他说机灵地种菜用 结果后来被发现是停车场 他也刨掉了 对 刨掉的时候 我必须要说 他在刨的过程中 连他送出去的废土都有人盯车 盯到废土场为止 所以你这种东西 你要讨论过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的留言区什么都已经有讲 柯文哲刨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看他地下放什么 如果是真的农地的话 如果地下没有加固的话 你撑不住游览车的 所以那个地下有什么 会不会有人去看 永远都会有戏眼 最好的方法不是只捐租金 还是要把这块地处理掉才行 当然叫他捐这块地 有点残忍 因为这个地真的现在已经蛮值钱了 那个地是大家一起买的 大家一起买 他可以捐出他自己的持份 或是卖掉自己的持份 可是卖掉也不简单 柯妈妈心会碎 卖掉的话立刻就获利了 因为他已经长起来长5倍以上 所以如果你卖掉人家说 柯文哲要找房地产15年长5倍 好你怎么办 所以像这种话才是柯文哲真正的业战 那个租金什么都是其次 那种小钱对柯文哲来讲合足挂齿 要捐就捐嘛 重点是这块地他会伟大不掉 你现在讲说5个医生跟你合足 人家连什么5个医生还有一个是钥匙 什么都查出来了 接下来你要怎么去说明当初这块地 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需要去凑医生 你要讲一个我们医生一起来盖生 什么生肌饮食园区吗 你要去讲这样的故事吗 我认为柯文哲接下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派他去处理人 好像是新竹市党部 然后可能在法律上又危险黄国差 代表他完全没有准备这块地会被打 所以这在选战中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显然的柯文哲可能没有意识到 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帮他做了很多的投资 他在过去不觉得这些投资会扯回他从政的障碍 可是当这些从这些投资被拿出来 来检视的时候过不过得了道德门 我们刚才在讲赖清德的道德问题 过不过得了道德门 如果要彼此互相检视的话 我觉得里面会有很多发展 所以柯文哲就是一只手指着赖清德骂 但是跟手指指着自己 他现在业力整个都回向了 对 你不要等于他到自己就难做人骂 不都是这样子吗 来 易中哥你怎么看柯文哲这个陆陆续续的争议 柯文哲说赖清德的维歓 他要去他家门口开直播 他要让他哭得更大声 现在可能他自己的柯妈妈跟柯爸爸 才要哭得更大声吧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大家就发现说那一块地 前面都已经讲过 农牧用地 结果上面铺了柏油 然后租了停车场 那柯文哲现在就起码断想说 反正该补税就补税 然后上面的租金 该捐出去就捐出去 对 重点不是这个 大家就已经去查那个 现在网友都很厉害 2010年的 因为柯文哲这个土地是2008年取得 你看2010年的时候 上面有一个什么建筑 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 酒顶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处 2023 虽然商牌变小 但是酒顶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依然存在 这重点不是 为什么上面会有个酒顶开发 大家去查 原来酒顶开发是赫赫有名的 新竹市的超级 所谓的都市计划 重画大王 重画大王 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是卓冠亭做的图 那这个酒顶开发的老板 就叫吴清源 他其实是新竹市的重画大王 他2004年成立这一个酒顶开发 他其实任内主导最大的就是 我们新竹市东区的官埔重画区 就是在竹科那边 经过一个重画 土地直接涨5倍10倍 那现在重点来了 吴清源的这个酒顶开发 在柯文哲 他跟那些医生 共买的那块土地上 这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酒顶开发的监察人 被发现是张震荣 张震荣何许人也 他是我们新竹县的议长 就是后台很硬 然后张震荣在上一市的 新竹市长 他是支持高昂安的 现在重点来 这个把它串起来以后 你有沒有觉得有一些猫腻 他这个房子 他这个土地不是只有做农牧开发 就是违法使用 不是 他这一块地 这么大的一块地 在我们讲 新竹市千甲里 投钱西岩安 对 他其实图的是什么 图的是都 就是所谓的都市重画 都市重画 那这个都市重画 谁有这个权利 谁 政府才有这个权利 所以 这个才是最大的猫腻 那你2008年 买这一块地的时候 其实讲难听一点 你们就知道 这一块地将来就是要等 所谓的都市重画 所以等于这个投资客 对 其实你就是 所以他其实通常 他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才是大家要去讨论的 那柯文哲自己 在开那个农业 记者会的时候 他说他要守护农地 土地正义 结果现在被发现说 这个口口声声说 要守护农地的 总统候选人 你在新竹市 养了一个这一块地 不但违法使用 而且你图的是将来 那个所谓的都市计划 变更以后 那重点是 重点是 这个都市计划 没那么简单 你必须要有重大 国家重大的公共建设 他才能改变都市计划 那不太简单 所以你看2008年到2013年 2023开始 动不了 万匹兴 创文庄选到总统 接盟这个都市计划 向来处理 这块地是不是 直接马上奋土变黄金 直接化起来了 再说 现在的新竹市长是谁 高红安 也是民众党的 他要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都可以处理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一直回避 也不搞意思去讲的 就是说 你当初其实就是草地皮 你嘴巴要讲那么多居住真意 说你要帮什么年轻人 他都推给他爸爸妈妈 所以 他妈妈还说 你们都欺负我们客家人 那土地登记在你名下 你陈沛琪都知道 你每一次选举公报 你财产登记 你都登记在上面 你跟我说你不知道那块地 你骗我三位英 所以主逃干部 他现在唯一输入的一件事就是 你今天要取大位的人 因为他登记很久 好像大家都没有去揪出来 可是当今年的主旋律 在违建 在这些建筑的时候 你不把这块地 处理好 他现在直接被踢爆的时候 你现在变成是 你知道 真的就是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 现在那四根手指 回向自己的时候 他显然没办法处理 他只能推给他的柯妈妈 来 林涛 我们刚刚讲了 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要嘛是违建 要嘛跟土地有关系 甚至现在连 包括侯友怡他也被打 就是这么多的房子 出租套房或什么 我想问 你怎么看柯文哲这个事情 柯文哲刚刚讲 他把钱全部都捐出去了 他要做公益 或者是怎么样 他能够 他也能够像赖清德一样 止血嘛 他没办法止血 因为最大的差异 他跟赖清德不一样 因为赖清德过去 他有一个很大的政党的包袱 大家讲新潮流 很恶臭等等 可是赖清德 可是柯文哲 你对外标榜的是新政治 白色力量 是这种透明政治 结果你在讲说 一下居住正义 土地正义 世代正义的问题 大家这些年轻人 对你拒予厚望 结果 请问你是务农的吗 你是医生 那医生买农地干嘛 你要务农吗 好 那你种了什么 你没种 你种游览车嘛 他种柏油 你种柏油吗 就是基本上如果一个 像我们之前88会館 詐骗集团去买农地一样 詐骗集团要去做农吗 不是嘛 他等那块地 他就是要增加他的资产 他要做转售的嘛 所以如果今天 我说真的 那个游览车租金都是小钱 他就是要等到变更的转售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标榜的是干净政治 世代正义 对年轻人要就是号召 结果你竟然买了一块农地 然后还瞎扯 还硬拗 还铺泊油 而且在你买的一个月前 那个农地早就已经是停车场的样态了 所以你逃不掉的 这逃不掉的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这种农地的争议 或土地的争议 違建的争议 柯文哲一定会比赖金的再受伤一点 柯文哲现在只能说内忧外患 那个外患是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农地的这件事情 你没处理好就一路这样烧下去嘛 内忧是什么 天哪 又是跟这个鹰派是有关系 被支持最大鹰派黄珊珊 好现在前民进党 民众党的秘书长谢立功 昨天说了 民众党总统候选柯文哲 常讲KPI 那是不是这一次柯文哲 竞选总干支 黄珊珊要定下两个KPI呢 如果柯的得票数 没有达到第二名 或者是不分区立委 没有达到八起以上 黄珊珊 你别干了 你第一名别干了 你就干脆请辞不分区 来 柯极哥 你要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算是白眼里面 内讧的情况 直接台面化吗 其实民众党的内讧不是新闻 只是说在选前 二十几天 开这种记者会 让大家觉得说 哇 这个党真的是厉害了 居然 第一个 就说居然是 说你没有第二名 就要这个怎么样 完全看衰柯文哲 完全觉得柯文哲不会赢 这种前秘书长 应该开除党籍了你知道吗 对柯文 你看柯文哲今天受访说 我是要胜选 你怎么可以唱衰 我是第二名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过去这种政党的大选 很少看到有这种 什么总干事 负责负负所谓的责任的 要嘛负责是谁 党主席 要嘛就是候选人自己 那刚好都是柯文哲 可是谢立功 为什么见不敢设向柯文哲 因为民众党最有权力的人 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现在只敢对付黄珊珊 那他冲着黄珊来 其实我必须要讲 民众党这段时间 从前一段时间 他们有很多党员 什么退党 什么有一大堆这个 其实内部已经是四分五裂了 尤其整个导火线 就是他们的不分区 立委名单的提名 他们有一派的党员认为 都是被黄珊珊所主导 所以他们把剑靶对准黄珊珊 而现在这个状况 我必须想 对民众党的政党票会很不利 因为第一个 你唱衰 柯文哲只能选第二 第二个 你说如果没有到巴西 你怎么办 那不就是 意思就是唱衰 你可能达不到巴西 所以 所以我说连自己人都在扯后腿的话 民众党要怎么把这场选战打好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 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上面 有些蛮有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侯友宜 賴清德跟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一个嘴巴 比较得理不饶人的人吗 但是昨天好像比较保守一点 好 你看柯的前幕僚又说话了 这个柯文哲让人傻眼 幕僚又够弱了 反而侯柯还攻防得比较精彩 那柯今天怎么说 他说没有人跟我讲 那个是辩论 但是你当下怎么不回应呢 来 这个易中哥 你怎么看昨天的这一场辩论 昨天平常讲表现最好的 用呱急的话来讲 他觉得侯友宜表现最好 因为这 因为这 跟期待值不一样 这三位侯友学的里面 他表现得还可以了 你对侯友宜最没有期待 那没有期待不会有伤害 结果没想到 一张他又讲台语 又冷藏 平良英讲 证明他会讲台语 不差 不差 就是不差 一来一往之间 就会凸顯 我以为其实是里面最好 那我觉得赖兴德就中规中矩 那反而是柯文哲 平常伶雅历史 口才便吉 其实讲话酸到那个比酸民还酸 是 就昨天就是很孤 你知道就在那边讲 也不招编辑 不知道在说什么 平常的那个嘴巴 那个嘴 就很秋 大家看得很骨 所以其实我 平常讲 我不觉得柯文哲表现有多差 可是因为大家对他期待是比较 尤其 他又是三个候选人里面 民调最低 通常民调最低的 他会发动猛攻 反而是民调领先的 他会 比较保守 那你就是 你民调最好一名 你就是一定要猛攻 结果他昨天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那个材料 所以难怪他的前幕僚 前幕僚一直都说 你看爸 你不找我当幕僚 你现在找了那些幕僚都肉咖 大概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平常讲 而且柯文哲昨天讲那个 他甚至还讲到什么两岸关系 什么五个互相 我想你拜托你在作文大哥 我今天在跟你 全国民众在看你政见辩论 你在那边跟我讲 他现在就是凹说 他大概也还知道 他说这是政见发表会 不是辩论会 他自己很弱 他昨天弱爆 所以他都说 没有啊 我觉得是政见发表会 那应该是政见 那如果按照他的标准 那以后也不用什么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只是要造本宣科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都不用上台 只要把文字秀上来 然后大家造稿念就好 谁跟你在那边 所谓的政见辩论 他虽然不像那种所谓的辩论会 有所谓交互结论 有媒体人提问 但基本上 该有的攻防 该有的政策论述 本来就要有 你自己柯文哲没准备 你怪什么 来 老师你怎么看 昨天这一场辩论会 我觉得最妙的是 刚刚有说了 柯文哲现在民调最低 坦白讲这是一个 让他自己很好在媒体前面曝光 全国人民都在看你的 你为什么不像以前的战法 直接打下去 为什么要变成这么的温顺 好的 这个到底昨天柯文哲的稿子 是谁背的 其实我也是满头问号 这个过去我们做幕僚做很久 理论上这种场子 是你老板就是专场嘴炮 你就让他安排一个可以嘴的东西 这种政见念个大项目就好了 其他自己上网 Google不就得了吧 谁叫你在现场念 所以我都怀疑是不是 黄国昌黄山山害的 这两个家伙还在做一个大型现场直播 好 从他们事后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自己也知道没重点 为什么呢 今天黄国昌非常生气 民事在转播的时候 YouTube少44秒 还我44秒 拜托了 差44秒 你柯文哲的民调可以多4%吗 哪有这么严重啊 开始看一些很小的事情了 这只是一个技术掉档而已 也在那边哭天抢地 开记者会 第一次看到YouTube掉档要开记者会了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代表真的没一个 他们也自己知道没一个 但赖清德 侯友宜显然都能建立 我们就是要护养 所以赖清德立刻都说 你我们要总圈 侯友宜一上场都说 我和九个共识 你这个台独仔 你要把这个台独就是 花了所有精力在凸写什么 双方的差异性嘛 既然要打 当然就是去卖那种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 把刷子拿到达到 i know you 都不妨礼 不妨礼 不妨礼